美国第一品牌RCA才是 1970年代 台湾经济正在起飞 以制造电视机闻名的美商RCA公司 来台设厂招募工人 女工在场区里拍照 记录这段美好时光 但任谁都没想到 人生最后居然跟照片一样 变成黑白 13岁我那个时候就等于 08左右 肺癌第三期 鼻炎癌 在RCA上班 这个RCA真的会害死人 RCA把含有四绿乙烯的 有毒清洁剂任意清倒 污染的不只是地下水 更腐蚀了劳工身体 有没有来到处 这个清洁剂 你要怎么样正确的使用 你要怎么样的 去把使用过的清洁剂 你要怎么样去清倒 完全都没有去提到这一个部分 秦组会在RCA工作了11年 离坏乳癌切除胸部 还有严重的红斑性狼疮跟关节炎 子宫最后也不得不摘除 我们现在主要挨着人 实在是挨着挨 我没有怎么恨 黄春瑶 鼻炎癌末期 大半青春在RCA后去 他也是第一位 站上镇人台的员工 他告诉法官 因为我的无知 我有罪 事实上从来没有人告诉过他们 工作时 沾得满手的清洁剂 全是毒 外籍工程师跟高阶主管 似乎早就知情 所以只喝蒸馏水 为了规避责任 RCA官场 卖地 资浅工人 他们曾在这里 复出青春 换来的 却是一辈子 惨痛回忆 记者刘世伟章若瑜 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